墨山基华人资讯网7月14号记者Tracy独家报道 受疫情和部分政治言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使得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仇恨事件和歧视事件多发 为了保护资深权益 华裔民众应该了解与歧视华裔相关的字眼和动作 必要的时候寻求司法保护 为此我们整理了歧视华人相关的字眼和动作 第一个就是模仿瞇瞇眼并且对他进行嘲讽 美国知名的模特G.G. Hardy曾经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了一张模仿瞇瞇眼的照片 对数万的网友进行声讨 指其是歧视亚裔 接着便是直呼华裔是清冲清昌冲 那么这是典型的排华用词为清朝的粤粤发音 这非常有强烈的种族歧视的意味 这个词意思就是在嘲笑中国清朝时期的殖民背景 不配容入导西方社会 2002年美国NBA前运动员奥尼尔 深呼姚明为清冲被指是歧视 最后公开道歉 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欧唐纳 在节目当中公然称华人为清昌冲 也是被指歧视 最后也同样公开道歉 而另外一个词则是Chink 这个词和嘲讽分译的N词 可以说是一点区别都没有性质 甚至更加的恶劣 美国主流的体育媒体ESPN 曾经使用Chink的Armor作为标题 被指歧视 后来公开道歉 并且开除撰文的编辑 最后还有几个类似的词 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也是对华裔不太友好的词语 他们分别是Chinaman 典型的排华用词 程度稍稍轻于清冲 Oriental也是非常典型的排华用词 意思就东方人 或者是有带有东亚病夫的意思 程度也悄悄轻于这个Chinaman 还有就是Yellow Monkey 意思在嘲讽 亚洲男生非常的瘦弱 还有Yoke 以此来嘲笑华裔的黄黄的肤色 最后就是Dog Eater 来讽刺华裔 什么都敢吃 连狗都吃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刻板印象和启示 證刺华 politique 好 好 好 咱们